大家好,我是老楼 洪峰在养护过程中 到了夏天的时候就要适当的遮阴 不能够太阳暴晒直晒 春秋两季就可以阳光直射 多接收点阳光 接收点光合作用 这样的洪峰会长得更好 然后它也不太挑盆土 尤其换盆的时候盆土 大概PS值在5.5到7之间都可以 就是说它基本上微酸性 用到中性和酸性的土壤 都可以成活的比较好 盆景培养得更好一点 通常咱们把洪峰都用偏酸性的 辅液土和比较透气的核沙 沙土还有原土配合在一块儿 来种植这个洪峰 这样它会长得更好一些 叶色也会更漂亮一些 如果大家还有对于盆景相关知识 需要了解 欢迎大家留言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给你回复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沉井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 在视频下方留言 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